这一题习题呢 他说 某一次考试 规定考生呢 可以从二十题当中 任选十题来作答 须由前十题当中 任选五题 但是第一题必选 后面十题呢 任选五题作答 但是十六跟十七呢 也是必选 请问总共有多少种选法 好啰嗦哟 来 考试光看这个规则就昏倒 来吧 前十题 任选五题 第一题必选 来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第一题必选 所以 没有得考虑 那剩下的呢 从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当中 要选几题 选四题 选四题 好所以我们就从剩下的九题当中选四题 因为第一题是一定要的 所以 C一取一 可以吗 好那再来后面的部分呢 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跟十七是一定要选的 好所以这两题一定要的话就是C二取二 好那剩下的部分呢 剩几题 对啊这边是后面的十题 扣掉这两题之外 是不是还有剩八题 那从这八题里面要选几题 后面后面的十题要选五题 这里选两题了 所以呢我当然就剩下三题 回头来看跟题目有没有一样 前十题任选五题 有没有 这个是前 这边是前半部 选一选四 是不是就是五题 然后再来 后十题选五题 有没有 两题三题 是不是也有了 好 所以我们的四子是列完了 中间这个写太圆了 好乘起来 来把它算出来吧 C一取一就是一 来C九取四 九八七六 九往下数四格 然后再来 四三二一 再来C二取二就是全选码 就是一 来C八取三 八七六 除以三阶层的三二一 请约分 三二跟六约分 四跟八约分 这里三二跟六约分 所以我剩下 九乘以二 乘以七 乘以八 乘以七 这时候呢 请你自己 好好的计算 我当然是 偷偷按计算机啦 我们的答案呢 总共有 七千零五十六种 好好的 好好的